今天我們一起載一些簡單款式的窗簾 首先我們預備了一塊布 我今天預備了一塊布是日本布 通常日本布規定了整個風大約是100-111cm 我買了50cm 通常50cm是一個單位的 我用這個尺寸去一個窗簾 首先要做什麼呢? 我們先把旁邊燙 因為日本的寬度的風大約是100-110cm 所以看到這裡是沒有披口的 一會兒我們會載起來 所以不需要剪布 就直接在這裡摺一摺口 之後就先燙了 兩邊都是這樣燙的 然後我們再把它摺多一次 再摺多一次去燙一條痕出來 再摺多一次去燙一條痕出來 在底部那邊我們就大約摺3cm 再燙一條痕出來 再燙一條痕出來 兩邊都要燙的 上面和下面 最後一次 我們燙了3cm的摺痕 之後我們打開一點點 往內摺 大約留1.5cm 我們再繼續燙這條折騰 現在我們圍著四條邊載一條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們另外要預備一些窗簾帶 就是被穿在棍子上用的 我預備了九塊 用了碎布來做 每一塊就是14cm x 9cm 剪九塊 現在我們將這塊布對摺 燙了條線 打開 再對摺一點 再燙 另外一邊也是 對摺 再燙 大約我們留在3cm 左右 然後我們將這塊布對摺一條線 九條都是這樣 的 ので 我們到來 再燙 我們都會 在這邊 暖 我們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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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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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